有人说90年代整个香港地区都快速成长 生活节奏的急促影响了日常的生活秩序和生活观念 人们对于娱乐的欣赏需求也开始转向多元化 高强度的生活重压让人们寻求获得身心轻松的方式 于是周星驰的电影映运而生了 谁也没有一意的是 1984年以跑龙套身份踏足影视圈的周星驰 已经以其独一无二的无厘头是幽默 开创了香港电影的新方向 周星驰的喜剧从口碑上看 成功的以其古装戏为多 而且其出演的都是些早已在人心目中 有着固定形象的历史名人或者经典作品中的人物 可能正是因为古装戏往往跳开了年代的束缚 周星驰无厘头时的风格更显得如鱼得水了 至少有一点 他可以很随意地在其古装戏中加入现代社会的流行用语和时髦动作 这种反潮流的做法往往是既符合了周星驰一贯的喜剧风格 又能够引起观众对于如此细说话的兴趣 1992年是周星驰作品最多最集中的时期 这部《神死观》是早期作品中比较独特的一部 和他往常卖座的赌片和喜剧武打片不同 这是一部喜剧法庭片 片中的角色是个有学问的秀才 这样的文角在其作品史上算得上是空前 没有想到的是 此片不断赢得了当年票房第一名 还为周星驰夺得了亚太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杨秀真远吉山西是什么原因要到广州来告官 大人你远吉湖南来广州作官 又作何解释 你说他丈夫被他大哥盗扫害死还冤枉他 有什么平均没有 没有 没平没据那就是乌克 慢着 什么 请问大人 我是公的还是母的 你当然是公了 有没有三平之间 公就是 你老婆都娶了 儿子也生了 你这不是公是什么 这是常理 大人真是英明 素有江南四大才子美誉的唐伯虎 也在周星驰的扮演下 一举改变了几千年来 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 这里的唐伯虎既不英俊也不风雅 只因在庙会上看见了对他清诚一笑的 画府丫鬟秋香 励志追求 为博得家人欢心 使出浑身的谢树 来到画府干净吓人 需要上演了 得要打死你都不能动 你说卖了所有钱都给我的 不许赖皮 以你的智慧火得了你吗 那倒也是 这位小哥 你大清早在这卖身荡负 太不激励了吧 我也不想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 你看起来好面善 是吗 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 求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真是好惨 我们家正好缺个吓人 我看就这是个好人 就买他吧 石榴 你说买就买 我们得先进去问问夫人才能决定 你明天再来吧 我去问 秋香姐 辛苦你了 周星驰在他的古装片中 淋漓尽致地运用着他 在现代社会中 所学到的一切流行用语 或是时髦动作 令我们在错位的时空想象中 捧腹大笑 那么在现代时装片中呢 恐怕古代的流行语 是难以应付观众的胃口 在这些我们所熟悉的影片中 周星驰用他真实的 自我努力效对残酷的现实 能把好莱坞类型片007 进行颠覆性创作 而又能做得如此的 为观众所接受的 看来也只有他了 此片把所有007影片的 情节和细节模式 一样不落全盘招呼 并做足了功夫 相信任何一个星迷 都能一字不差地说出 刚才的那段台词 在男女主人公周星驰和袁永怡 见面之后 好戏才算是正式上演 即使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刮胡子 至于这个表面上看是个刮胡子 其实呢 它是个吹风机 那你还有一个吹风机呢 这不过是它表面的掩饰 我告诉你 它还是刮胡子 你现在服气了吧 怪不得你那么酷啊 大家都这么说 万一吹风机不见了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难不倒我 我并非浪得虚敏 就像这个鞋子一样 它也是个吹风机 你要知道 作为一个情报员 外表很重要 对不起 你有没有电池啊 我的鞋子没电了 没有啊 算了 不管它 待会儿再弄吧 我很想知道 像你这么酷的情报员 用的是什么枪 能不能进来看一看 说出来不怕你笑 枪其实我不在行 我最在行的是飞刀 飞刀 不错 飞是小李飞刀的飞 刀是小李飞刀的刀 是小李飞刀的飞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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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远距离祖籍 射成两百码 这种224弹鱼子母蛋 是我特别配纸专用的 这个名字我喜欢 357万字左右 说话呀 射成两百码 不知道能不能打死恐龙啊 那就要找一支来试试 才知道了 中国制PPK 国内情报员专用 射成一百二十码 缺点就是声音太大 不过装上面音器之后 杀人就可以无声无息了 这里面是用什么隔音吗 我想应该是棉花吧 用棉花也能用隔音 那用卫生纸行不行啊 你问的问题都好幼稚啊 看不到啊 蛮可爱的 试试我这支 我这支比较和爱 能不能借我试一试啊 好啊 你想怎么试 好大的风雨啊 我把窗子先关上去 你怎么啦 你中枪了啊 我想试试你的枪啊 我这支枪你不懂啊 你开就往后射 你怎么不早说 你再流血了 等等 等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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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